在民意的強大的壓力底下 馬總統終於同意讓行政院提出複議了 那我相信這是人民力量的集結 讓這個總統改變了這個意見 但是這個是人民力量的集結 這個只是一個開始 那我也希望就是說我們大家共同來關注 後續的朝野政黨在立法院跟行政部門的作業 務必讓這一次的複議可以成功 那這個會計法也可以做必要的修正 能夠符合人民的期待 請問你覺得馬總統今天道歉的動作 有稍微晚一點嗎 當然是晚了 但是有改錯總比沒有好 那如果總統能夠傾聽人民的聲音 那麼從善如流的話 那我們也希望他好好地來聽一聽 台灣這個社會對於和事的心聲跟看法 那趕快做一個決定 請見和事讓我們及早走向非和家人 謝謝 謝謝 民進黨他其實當初只是為了要幫教授處罪話 可是因為協商之後才變成這樣子 可是結果三讀後的版本還少了教授的教制 等於說會不會覺得民進黨是背著黑鍋成了元大頭 我想這一次的修法的起因應該還是國民黨 那民進黨在這一次的修法過程中 其實我們著重的還是這些教授的權益 那在這個過程中當然民進黨是有受到一定程度的這個 就說壓力 那我們也希望說這個錯誤能夠及早地更正 那讓民進黨在後續能夠也能夠守住我們的基本的價值 謝謝 謝謝